在冬奥会开幕式上的那个一个也不能少 真的让我们这些台湾人看了实在是太有感触了 就其中有个节目是 所有的小朋友他们手上全部都拿着和平灯 有个小朋友他掉队了 然后在人情中他又找到了他的姐姐 姐姐呢在把他带回到了队伍里面 当时所有的人全部都看上了东南方 就等着那只掉队的鸽子回来 我那一幕真的太戳中我了 我真的太暖心了 我相信那只迷路的鸽子他一定会回来 我也相信 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回到祖宫母亲的怀抱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一个也不能少 晚上的冬奥会开幕式真的是太感动了 团圆那是最美的牵挂 因为我回到 迷路的小孩赶快回家 家人都在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账纸 センチ 恶 我们 尽力 一 静 要